关注的是海军舰队指挥部所辖的海虎军舰 今天中午在屏东小琉球海域 执行任务时 舰上装备脱落 在舰艇服航之后 六名士官兵要把这个脱落物给固定 却刚好有一阵涌浪来袭 六个人落海 有三人被救起意识清楚送医 目前还有三名官兵持续在搜救当中 总统蔡英文今天正好在高雄跑行程 他随即赶往了左营军区 只是军方全力搜救 目前失联的三名士官兵 海虎军舰2019年9月 在左营海军军区亮相 全舰官兵以鸣敌礼节 向总统蔡英文致敬 如今却传出官兵落海意外 21号中午12点05分 海虎军舰在屏东小琉球海域 执行战备征询任务 舰艇在海面下潜行时 传来一阵阵装备脱落的撞击声响 当时人员紧急应变 将军舰浮航出水面 六名士官兵站在甲板上 试图固定脱落装备 这时海上突然掀起涌浪 六个人纷纷落海 六名士官兵都有穿着救生衣 舰上人员随即展开抢救 但第一时间只找到三个人 意识清楚已经送衣 目前还有林姓士官长 严姓以及张姓士官下落不明 S拐动C反潜直升机 持续支援前往附近海域搜寻 临近多艘航舰也执行搜救 这一天总统蔡英文行程在高雄凤山 接获消息立刻赶赴左营军区 总统蔡英文待了半小时左右才离开 指示军方全力搜救 而随着时间入夜 寒流来袭海面温度更是持续下探 担心落海失联的三名士官兵失温 军方加紧扩大投入更多人力 和时间赛跑全面搜寻 记得许琼文SNG小组高雄报导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